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此从经济实力上来说 建这样一个大规模的火车站也是绰绰有余的了 虽然南京车站耗资巨大 但它所带来的收益却是十分巨大的 如今每年前往南京旅游的游客数量是非常多的 这就给火车站带来了相当大的客运压力 不过即使这样 因为它巨大的规模 南京车站也没有发生过人满为患的情况 不过话说回来 车站大也有大的坏处 总有乘客抱怨车站太大 光进出就要半个小时 在寻找后车厅上就要浪费许多时间 对此小伙伴们有什么看法呢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